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圓滿結束了 今屆頒了好幾個獎 都很令人感動, 車車, 是嗎? 當然, 我從小到大的黑仔姜浩文 他終於守得雲開, 見月明了 熬了這麼多年, 終於獲得這個獎 我真的忍不住尖叫我出來 還有新鮮出路的影帝故事 他向來很支持香港電影 他還說香港人要做好電影 就不要放棄, 很感動 所以說海旋背後 努力和永不放棄是很重要的 只要不放棄, 一起勝利後見 這天的沙田日賽, 不少騎士都有馬贏 好像有李保利, 黃俊, 田泰安, 偉達, 杜利萊 楊明倫和史卓峰等等 而莫雷拉還跟蔡明少雙雙喜馬 最後女神憑著拆騎由約翰莫亞訓練的 匯力之城 以及審習城訓練的上籤贏馬 全日以兩冠、兩鴉、一季 兩店的總成績成為騎士王 第四位 騎士潘頓在港已經累積799場頭馬 而明晚的快活谷賽事 他將會停賽復出 看看他在快活谷的 1200米戰績最亮麗 今季不論是頭馬數字 賞名次數、勝出率還是賞名率 潘頓也是各騎士之館 而他這次也有不少1200米實力助騎 其中百步穿雲, 鋼箭首度在快活谷出賽 已經有不錯的表現 雖然他在內蘭受困, 遲早望空 但仍然能追入第二 只是以短距離不敵頭馬 這次再次跑同程賽事 有沒有機會贏馬呢? 第四位 而明晚跑馬地馬場的另一邊相 就會舉行以韓國為主題的派對 大家除了可以近距離 觀賞緊張刺激的賽事 還可以試玩最新的互動數碼科技玩意 兼且可以品嘗各式各樣的韓式美食 而待會兒的錄音搜查線 我還會帶同朋友Kitty 率先玩這個派對 想知道有多棒, 不要走開了 第四位 香港馬壇年度焦點賽事之一 2000米國際一級賽, 愛比類黃杯 將會在4月29日在沙田馬場隆重上演 而由高東尼訓練的星球馬 巴基之星雖然是獲選馬之一 但由於這匹馬在4月8日舉行的 1600米二級賽 主席錦標中, 似乎有點不願展步 所以競賽董事小組 就要求他必須通過一課 1600米草地試集 才可以再次出賽 接下來4月20日 就是巴基之星考試的大日子了 究竟他會不會又鬧情緒 還是順利合格, 再戰女王杯嗎? 星期五分曉吧 意大利騎士沈娜 今季12月再次來到香港客串 暫時已經取得10場頭馬 表現非常出色 而馬壇也延長了 他的牌照有效期到馬季結束為止 之前他曾經火拍著 由高東尼訓練的大紅徒 攻下跑馬頂銀平 據說接下來他會再次七騎 被譽為黑馬之一的大紅徒 首次挑戰女王杯 人馬又有機會齊齊攻下 在香港的首個國際一級賽嗎? 4月29日就知道了 復活節節過了, 月尾才有大賽 還有兩個月才有世界盃 怎麼辦?感覺很全身不聚財 醫症狀態應該還了假期過後 開工敏感人節, 腦部失調症候群 我挑一條偏方, 很簡單 就找個夠厲害、夠正的派對 玩一晚就要約到病除了 你這個真是偏方, 聽到這麼溜 那就別這麼說 寧可順其有期, 站好就去完這個派對 也應該幫到你 我喜歡你 例如跑馬地日晚 Isaiah 爵取賽也計算是半個專家 因為我對場工 各的派對都領餘子獎 好像十月有啤酒節 五月有的法國之夜 每一個派對都這麼棒 remain short 一定要開心分享才更好玩 所以今晚我帶了一個新朋友Kitty來玩 你好, 我是Kitty 坦白你, 我經常進來玩 不過我這個派對很少來 請問你今晚有什麼好介紹 今晚就行了, 今晚是韓國之夜 韓國, 我也很喜歡韓國的東西 有韓國護膚品、韓文、韓劇 最棒的是什麼? 最棒的是韓國的我媽媽很帥 其實在韓國也還有很多棒的東西 不如就跟我來吧 今晚這個韓國之夜 不僅將會全場大播K-pop 連韓國最新最潮的高波技玩意 都會兇運過來跑馬地 就像我們這些, 這麼有潮流觸覺的 當然要玩一份 螢光運一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隱藏的馬仔 裡面有些草, 蓋著他們 馬仔給自己, 垃圾給別人 就是這麼殘忍的遊戲 好, 第二關有七黑中的營火蟲 它有一隻閃閃的 我還提醒你 好, 加10分 草… 對不起 給你重一重 自己 好, 加10分 我又要, 加10分 200分? 難道我會彈指神功, 告訴你嗎? 不過接下來這個遊戲 絕對是我的強悍 好, 就算三天三夜沒睡過 都一定玩贏 這個VR輪圍 其實玩法非常簡單 因為我本來已經玩過無數次了 對, 首先是戴上一個 露營的剪刀 然後你當作自己一個騎士 坐到上馬上 然後你仔細看 總之就是鬥快, 衝線 所以你們贏了 好像很刺激 我們快點開始玩 我要贏你了 好啊, 來 好, 我看不見你 好, 太害怕了 快點 很累, 太累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我抬起了 我想說… 還有原來… 這個遊戲可以減肥 而且… 熱給我 而且在這裡, 旁邊兩邊有很多風景 熱死了 兩邊八圍 我覺得如果再有這個空間 可以放兩把風箭在前面 很熱 受不了, 車車, 出了一整身汗 快點治一下肚子 快點 Titi, 剛才我們玩了一陣子 你有沒有覺得肚餓的感覺 我不僅有一點肚餓 超級肚餓 你帶我吃什麼好東西 這次說明是韓國CM 當然準備了一些韓國的食物 首先有韓式親南魚紫菜卷 真棒 一般我們吃的紫菜卷 都是用牛肉做的 這個是用親南魚做的 我想說, 我覺得是… 我只想說, 吃得飽 我只想說 吃得飽了 可能泡菜已經到我身上了 有很多泡菜味 但不辣, 一點都不辣 很酸, 有一點酸的泡菜酸味 然後這個就是酸炸韓式單骨雞翅 看起來跟平日的韓式炸雞 其實也有點相似 不過我覺得最方便的單骨雞翅 就是可以令你吃得很光潔 對, 平日我看韓劇 那些女生很喜歡炸雞配啤酒 今天就不喝酒了 但只吃她的炸雞 看到她小時候 又是很適合那些女士吃的 你非常開胃 你可以一直看著, 一邊玩著 或者在吹水的時候吃 很快就吃光了 我只想說那些男生是吃的 我把口吐完後吐完 然後吃條骨汁回來, 應該是可以… 就是那些鳳汁的食物 對… 然後我們在吃這個酸炸韓式雞翅 那我就不如試試這個 這個就是韓式蒼菜豬肉炒年糕 對 我覺得看起來有幾個 這個應該是最辣的 那不適合我吃多一點 我喜歡吃辣的 但我想說最辣的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味道 就是吃大辣 挑戰大辣的人 想煮開胃的, 我覺得真的辣 這個不辣 那是因為你不吃辣 但我覺得是… 你說你說幾樣東西 有一個辣味的話 就應該是你一個烤年糕 對 所以如果我吃的話 我一定要配飲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叫這幾樣東西來吃 所以我一定不會餓你 不過坦白說, 我們兩位女生 要清晰這裡的食物和食物 你真的這麼想 因為我很小吃 但這個我不太吃得到 因為我覺得很辣 那行, 那不如這個我吃吧 那你吃完這兩個吧 好, 我盡力 不想決定, 好, 經常吃 我們的韓國之夜 今晚就說上完美句號 不過接下來一年兩個星期三 跑馬地麻祥 都會保持韓國派對 而在25號 跑馬地還會上烏韓馬士會錦標 見愛韓國見你, 千萬不要錯過了 車車, 你的朋友也不錯的 不如有空出來聊天吧 當然可以 不過你也要介紹一些高質素的朋友 讓我認識一下這樣才行 等格交換, 好嗎? 你們有什麼想盤呢? 帶出來就行了 因為這次Sabrina 帶了一位朋友真心高質 因為她除了一位馬主之外 還是一位興趣多多的馬主 稍後回來有萬事系的馬主 五二梅的尊房 千萬不要走開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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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